这多少钱啊 这个800 400行吗 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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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不行不行 我给他 给他粘了 他报个本 这报本现在赔点吧 报啥本 给500吧 我们过去就是 三四百 嘿 开一张吧 开一张一会给你转账我 突然别的啊 好吧 肯定没钱啊 没钱啊 没钱啊 我自己赔多了 我每日都留了 那给700多块 我卖多少钱啊 你说这东西 现在这这种东西 你得给人讲 这是文房的 人家认为人家认为放醋 这小货比大货还值钱 哈哈哈 多少钱 这个是5800 哎呦我的妈呀 画的挺细啊 还行 画的一般 御师公 单编旧主 单编旧主 那后面是李世民 前面那个拉鞭了 这御师公 大鞭子是御师公 对 后面是李世民 对 您是胡说家八道啊 哈哈哈 您这个 他行 他有那个典故就行了 是 但您典故当时没说错 开心就好 哎是 你是胡说八道啊 我来的时候 人家就确实写这个 这个贴在 他写他写他写他也 他他也是不懂啊 这可不是啊 那这是什么 这这这绝对不是什么 御师公 哈哈这后边还有这个 那啥呢 哈哈 后边还有这个不脸 还有那啥是李世民 当时都也是逃兵 还有这个 怎么可能是 是叫什么单编旧主 那边就是李李世民就可以了 给你吃过 是吧 哈哈 是吧 把这个卖了 你买的不得 不得更好吗 这才行 你不能说说 把那个卖了 然后花钱 把钱花了 那没一样 对 你别说了这个 到底 是 是 这些花多钱 这些花多钱 嗯 这口眼呢 有一点点修 没有别的毛 好 千金花 千金花 哪个呀 你拿这个 成光药呢 写的 茶叶末药 也叫成光药 这种自博药的多 大家好 这就是这次 德州之行的惨淡结果啊 我给大家聊聊这些东西啊 这其实没有什么可聊的 就几十年 然后呢 上面想着锡 但是我看挺漂亮的 这个捡一个小漏 我认为这个东西 嗯 是明国的一个 龙凤粉彩 带打青 光绪年制款的一个 盖管啊 挺漂亮的 不上彩 这是一个文房的 文房的一个锡制的 一个小锡子 边上还用铜啊 比较特殊 这两个呢 这两个是笔铁 我现在也像这种小的 方向发展 画得很细 这都是光绪的 这是明国的 这个我看上 那后边的明文了 看上那后边的明文了 地方石头的一个燕 还比较普通 这两个 这两个罐啊 这两个罐 是晚清的 底边在康熙款 是晚清的 皇帝的 龙春花的 这两还不错 主要是我也拿这俩去啊 这次德州之行 买的东西 说实话 不太语心 也很少 没什么 也在我预料 也在我预料啊 就是说 开不了张 幸亏在半路上边 买了几件 不错的东西 那还是北京拿的 北京的东西啊 反正也算是一个过程吧 好多年没去德州了 这是 去一回 下回我就够了 我下回尽量收我自己再去吧